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于现代人小家庭 还有一些上班族来讲 酱料的应用真的很方便 有的时候一个好吃的酱料 拌饭拌面拌菜 或者做各式各样的烹调 不但是灵魂的美味 而且是现代人 非常好的方便的帮手 可是酱料 基本上也是健康的 无形杀手跟地雷 因为酱料为了保存 通常会比较油 比较咸 口味比较重 一个不小心 可能添加物也会比较多 待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健康自己酱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洪翔医生 你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王建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余妮雅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眼科医生好朋友 钟佩甄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那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Amy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洪医师 我刚刚讲市面上很多酱料 真的很方便 而且很多厨艺很差的菜鸟 小厨娘 真的有好的酱料 有的时候 随便拌个饭 拌个面 拌个菜 都很容易上菜 但是酱料 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 市面上其实零零种种的酱料很多 可是标示清楚 那以及成分 比较安心的 这个都是观众朋友 在挑选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 酱料真的太方便了 尤其是对一些 不会下厨煮菜的一些 单身的男生或女生 都要住在外面的学生 其实我们大学时代的时候 当然我们只会煮面 那煮个白煮面之后 就加了一个酱料 那个就非常非常好吃的 但是经常吃这样的一个酱料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先讲一个 我最近临床碰到的一个案例 有一天我在医院的门诊 那个挂号柜台打电话 给我说洪医师 有一个八岁的小朋友 妈妈坚持要看你要不要看 因为我是看大人的 那我就说OK就带进来 那带进来有一个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大概七八岁大 那可是他整个脸上 胸前四肢都红 一块一块那个红红的红疤 红斑 他抓到已经有点胎显化了 然后都变后 他抓到流血流汤 那进来的时候 他说洪医师 那个我这个小朋友 其实从小体质 就不是很容易拉肚子 然后从小就很容易皮肤痒 皮肤科医师帮他诊断 是异味性皮肤痒 现在异味性皮肤痒的小朋友很多 那他用类固醇药膏控制 也吃类固 控制的都还不错 可是最近又很明显 又开始发作起来 而且他为什么要坚持来看我 他发现他这次发作之后 他的小便有泡泡 蛋白尿整个 他觉得会不会肾脏坏掉 有蛋白尿 他已经七八岁 竟然尿床 结果晚上还夜尿 那他发现他肾脏一定不对 所以一定要看我 那我就帮他排了一系列的检查 其实他没有蛋白尿 他那个小便为什么会泡泡 是太浓缩了 他的尿的比重太浓 吃太咸太甜 或者水喝太少 都会有一个浓缩的尿 一样会起一堆的泡泡 那另外他的血中的钠离子 也比较高一些 因为他不喝水 其实他钠离子就整个就飙高 我觉得他肾功能 跟他同年期的小朋友 比较起来也的确比较差了一点 虽然还不至于到什么肾衰竭 那种程度 那我跟他讲 我就问他的那些所有的饮食 那小朋友很喜欢吃酱料 他从小都喜欢吃酱料 早餐喜欢吃铁板面 然后他比如说他去吃那个素食店 他那个番茄酱也是加很多 那妈妈因为实在太忙 他有时候他也会吃泡面 泡面他除了那个酱料 他有时候自己还会再加酱料 所以他是一个酱料 非常非常喜欢吃酱料的小朋友 那这个养成这种习惯之后 他你要他吃清他的食物 其实就不大可能 那加上不喜欢喝水 我觉得这个这些才是主意 很多的酱料里面有很多的食品添加 我会把他的异味性皮肤炎 整个诱发出来 那诱发出来之后 就造成他整个又在大发 那发作他睡不 为什么会晚上会尿床 你在想说假设他睡不着 整个压力很大的时候 那个晚上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自律神经功能的失调 跟抗力尿激素分泌的异常 就会产生尿床的现象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 把那个这些酱料先戒断 然后开始多喝水 其实我开了一些简单的 那个抗主治安去治疗他的皮肤 痒而已 可是他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膏 一个月之后 他只有多喝水 戒掉酱料之后 这些整个都改善 所以你的小朋友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些症状的话 要注意一下是什么东西造成的食物 或是空气或环境 这个是非常严重 酱料类 其实在新北市卫生局 曾经对那些 做那个酱料工厂去做筛检 其实他们一定要加一些 合法的食品添加 可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发现有六成的 他们加的那个量是凭经验 他们不是很精确的去测量说 比如说百分之多少要几公克 他们因为老师傅 然后这样就加上去 而且添加上去 不管是一些什么 单率比0二醇防腐剂 还有我们讲说一些过多的钠离子 还有一些什么 我们讲色素香精之类的 那个都尽量吃 其实一瓶瓶小小的酱料 里面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的小朋友肾脏 还处在一个很多器官都 还没有发展那么完整 吃这些东西真的要酌量 那真的吃下去 就是要靠多喝水把它排掉 而且这个请教像余医师 不只是小朋友 成年人如果重口味的酱料吃多了 也会有副作用的 对 因为一个酱料要好吃 可能会有几个条件 比如说油脂高 糖分高 盐分高 还有一些食物添加品 才会增加它的鲜甜味 可是这些东西 在我们中医看来 都是一些痰吃之品 很容易让自己的体质 变成燥热 痰热的这些体质 那像我之前有一个过年前 有一个女患者 她在做减重 那其实她蛮听话的 就是知道说 在过年放假放了9天 都知道说定期的做一些饮食记录 也会把她的饮食记录拍照给我看 我会发现说 她吃的内容物都没有问题 可是她年后来回诊的时候 我发现她产生新的问题 皮肤一直过敏 一进门诊就一直抓一直抓 然后整个脸部的皮肤 是潮红状况 而且我仔细近距离看她 她长得痘痘是那种大颗 大颗的浓泡状 而且长到头皮上 有头皮的毛囊炎 那我再仔细看 她的饮食的照片 为什么她都吃一些菜盘 比如说过年围炉火锅 她都吃菜盘 还会有这个现象呢 在其中一两张照片 我发现说 菜盘旁边就一排的酱料 对 因为她会觉得说 吃蔬菜可能都满嘴菜 会没有什么意思嘛 一定会添加一些 有的没的添加品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吃多了 也是现代人 弹湿的问题的一个 一大来源 什么是一个弹湿的症状 就是一个亚健康 一个状况 就是身体可能都没有 什么其他疾病 可是常常会觉得 一个沉重感 然后常常会觉得 没有精神 头晕脑脏 甚至我近距离的去观察它 它会闻到一股那种油垢味 常常油光满面 这个就是弹湿的体质 那我们其实现在人 我们在开药的时候 跟古时候已经不一样 古时候看到一些 精神不好 会加一些补气血的药物 可是现在呢 是需要加一些 去弹湿的药物 把那些代谢产物 把它去除掉之后 反而它精神会变好 还有很多女人呢 我会发现说 很在乎那皮肤的状况 例如像一些 违章见竹的一些斑点 或者是痘痘啊 皱纹 这也是吃酱料吃出来的 很多人会谣传说 我吃 比如说吃酱油 吃多了皮肤 是不是会变黑 其实不是酱油的过错 是很多酱料 都很多的高糖 糖会刺激 我们的若胺酸酶活化 产生很多的黑色素 或者是糖会刺激 我们胰岛素 异常的分泌 产生很多成年人的痘痘 所以一个人 要健康要美丽 可能要适当的管控 我们饮食的添加品 而且这个高油 高盐 高糖 可能是这个酱料的负担之外 另外一个 要特别小心的隐藏地雷 就是额外的保存 或者添加物 我这边讲两个故事 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在台北大学当过校医 我记得台北大学有个学生 他毕业的时候 他的身高大概在180 体重在70 他本身是属于游泳健将 他还拿过救生员 他毕业之后 他去大陆工作 工作两年之后回来 我一看到他吓了一跳 他整个人从70公斤 变到快100公斤 他本身公司健康检查 验珠他有三高 他本身高血压 高血脂 高尿酸 血糖也偏高 就回来之后 发现他这些问题 已经需要吃药了 吃药当中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的身材 可以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 从70几公斤 变成100多公斤 他讲了一句话 在大陆工作 大陆饮食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刚才讲的 高盐 高油 高油脂 特别咸 特别咸 而且他说某些地区 有可能某些地方还特别咸 因为他本身在身孕工作 他本身就 他没有请那个 就是出来煮饭的 可是煮饭的很奇怪 他就特别加的很咸 在这样吃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避免 也再加上 他以前的运动量很大 当他这样不运动 两三年之后 就从70公斤 变100多公斤 可是问题是 他每次也只有3个月才能回来 我只能针对他的问题 去帮他做调整他的药物 可是调整药物 只能把他问题 控制在一定的状况 他的体重 目前代只能从100多 还是维持在90几 所以说 如果你要恢复到 以前身体的健康的话 你必须 你直接饮食你要改变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 他不可能自己请厨师 那你只能说 酱料用少一点 可是问题是 我已经跟他吃过一次饭 因为我们去吃黑白切 就发觉他说 黑白切的精神 不在于黑白切 在那个酱料 那每一个黑白切能够成功 不是因为他东西卤得好 这个酱料很特殊 本来就是 所以他的酱料 他特殊说 这个酱料怎么这么好吃 他说这么好吃不是重点 是你要一块黑白切 沾很多酱料 所以他后来就拿很多酱料 说原来你的口味 在台湾已经养成了 你到大便去那边吃 难怪你越吃越咸 所以那天吃完的时候 我说一句话 我看到都会怕 所以我说 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其实酱料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隐藏法 所以很多人吃薯条 一包小小的薯条 用几包番茄酱 两包 真的 最后来限制 你如果买的不是很多的薯条 麻烦你番茄酱 后面要加番茄酱 然后再加钱 据说是为了第一个 成本考量 第二个 怕你的健康受影响 再过来 其实最近食品添加当中 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是什么 从去年 大概在说八月份 我们政府有规定 食品添加里面 要标示很多东西 要标什么 有可能造成过敏的 其实刚才宏医师有提到说 很多人本身有过敏体质 他对食物会过敏 他不一定知道 有人对牛奶会过敏 对花生会过敏 我先举个例子 我有个病人 他的小孩子 本身对坚果类会过敏 他有一次去某早餐店 很有名的早餐店 吃了一个花生的一个早餐之后 就发觉皮肤开始痒 所以说你本身就知道说 他这个小朋友 对带壳的海鲜 对坚果类就会过敏 那对花生就要小心 可是还好他的过敏 基本上只有眼睛有点肿起疹子 还好没有到什么 呼吸困难 因为国外有曾经有人 对坚果类过敏之后 吃了之后 我们最怕一件事情 过敏当中最有用的病 活头水肿 活头水肿是会死人的 所以这时候赶快去挂急诊 所以如果你知道说 你本身对食物会过敏的话 记得食品添加当中 稍微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可能造成你过敏的东西 否则你可能只吃一点点 会造成你很大的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柯师傅 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用匠 今天厉害了 要让黄瓜金瓜做酱 那这个是眼科医师 爱用的好食材 做成酱料 骗大人小孩吃更好 而且这个就是 维生素A含量很高的 我今天用的这个南瓜 是那种日本品种 那种金黄色的南瓜 现在也是当季 都是非常便宜 然后一定要记得的一点就是 你在煮南瓜酱的时候 除了洋葱去爆香以外 你还要加一点红萝卜 好 加一点红萝卜 更甜是不是 主要是颜色 它颜色它就不会糟糕去 而且它会颜色锁得更漂亮 就是这种金黄色会锁得更漂亮 所以我们先爆香洋葱 然后爆红萝卜 红萝卜 这个要先爆过 一定要先油炒过 它颜色来锁得住 师傅我问你 你今天挑的这个品种 所以皮是红色的南瓜 橘红色的南瓜 如果是用本地的品种也可以 我们本地的南瓜也是 不是橘红色 它是金黄色 但是它是怎样 我们本地种的南瓜 一些长形的那种南瓜 它是水分比较足 所以变成你在添加水的时候 要少量 好 然后这个炒一炒 你一定要过这个油炒过 它颜色才会锁住以外 它才不会有所谓的臭气粒 就是蔬菜的腥味 比较不会有 而且刚刚讲 南瓜跟胡萝卜 都是维生素A 跟贝卡胡萝卜素的 植化素非常好的食材 但是它们是脂溶性的 所以其实你有一点点油炒 刚好帮助它们营养素吸收 没错 然后南瓜 我现在炒过以后 我们加水 我们这个水就是淹没过它 淹没过它 然后熬它 对 然后因为其实南瓜 时间很短 就15分钟就够了 15分钟它就很软 软了以后 你就用果汁漆 把它打成泥状 就这个样子 然后你只要放一点盐 跟胡椒粉就好 因为南瓜本身很甜 红萝卜 洋葱也都很甜 另外我们准备这一锅 我们一样 就是先把鸡腿肉放进来 这个其实你可以 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变成是一个炖饭 可以变成是一个火锅 都可以 所以刚刚我们的科师傅示范的是说 很简单三个食材 洋葱 胡萝卜 南瓜 煮熟之后打成泥状 那这就是现成的黄金南瓜酱 对 那怎么保存 你保存 像我们这样保鲜盒 你如果放冷藏 因为自己煮的 冷藏的话 一般一个礼拜到十天都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话 你可以放在制冰河放冷冻 随时你比如说你要煮什么饭 你挖几颗进去 不用解冻直接丢进去 因为它本身的那个鼠类 它那个不是水分 所以它很容易就化 化在这个食物里面 南瓜甲壳类最合适 海鲜 另外一个就是白肉类 白肉类这两种就是最合适的 味道最合的 刚好又适合老人小孩 跟一家老小都可以照顾 都可以吃 对 然后鸡肉我们炒一下以后 再把这个洋葱放进来爆香 然后我们虾仁也可以 我放一点海鲜 我刚刚讲过甲壳类跟白肉类 所以我今天这里面就是 甲壳类跟白肉类 这是最适合南瓜酱的 稍微给它爆炒一下 然后其实师傅今天还准备了 蛮多的香菇 还准备一点玉米 是是是是 都是那种 今天主要的东西都是黄色的 金黄色的 照顾眼睛 好然后香菇放进来 这些都稍微炒一下就好了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节目的关系 所以我这个先稍微煮一下 先稍微煮一下 稍微搭配了一点玉米 那酱料其实不是 酱料起锅前才放 因为我们这个只是熟了 对 所以我们只是起锅前 去裹在那上面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加一点水 让它稍微焖一下 代谢症候群相关的 包括一些心血管 整体死亡率已经高达31% 酱料热量加进去 你的代谢症候群 发生的几率就大大增高 酱料中心本身还有 高糖 高油 高鞋 会让你吃得比较多 这个酱料叫你的糖化学热素 基本上能从6点多变7点多 然后准备起锅以前 我们再把我们的南瓜酱放进去 这样先让它焖一下 让它里面的鸡肉 还有其他的食材都可以熟 好 我们盖上锅 盖焖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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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时 请教一下钟医师 钟医师这个酱就很推荐给 眼睛不好的人吃了 真的 这完全是够肉汁的酱料 够肉汁 对 而且就说南瓜 它是在瓜类里面 β胡萝卜素含量最高 那它除了β胡萝卜素 就在身体里面转化成维生素A之外 它还有玉米黄素 叶黄素 还有一些维生素C 维生素E 而且比较厉害的是它的籽 就是我们一般南瓜籽 它其实那个微量元素新跟铜 含量也很高 对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 够肉汁的食物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先生 那他就有一阵子 他就觉得说他很奇怪 他开车就远远在看红绿灯 他是看得到 可是当他到要决定 是红灯绿灯要不要过马路 他抬头正对着那个交通号制的时候 他反而觉得奇怪 他中间就是看不到 对 可是眼角余光是看得到 对 那后来他来检查 才发现他其实是黄斑部病变 就是中间被遮住 他看不清楚 可是边边还OK 对 那我就跟他聊一聊 我就说你平常有没有什么 就是有一些危险因子 譬如说太阳啦 或者是他的抽烟 就是他跟我说 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做生意 就是常常跟客户要应酬 所以除了大鱼大肉之外 就是吃完一定要跟客户 来跟烟聊感情 所以他其实抽烟历史有好几十年 对 那所以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能也是他黄斑部病变的危险因子 等等学生有问题 抽烟也会伤黄斑部 抽烟它是黄斑部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危险因子 真的喔 对 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比 得黄斑部病变 尤其是我们最害怕的那种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它的几率是没有抽烟的人的二到五倍 在我们的医学统计报告上 真的喔 烟害这么大 是 所以我常常说戒烟是健康最划算的投资 真的 因为戒烟你会少生很多种病 然后因为生病总是要付出金钱时间跟健康 对不对 没想到抽烟也会伤到长期的黄斑部 很多像肝炎症 白内障 因为它是造成氧化的一个反应 那在黄斑部病变里面 它确实是一个很高的危险因子 但是就是说抽烟的人 他当然也知道就是说抽烟可能在学理上 医学上是不好 可是因为他工作关系 所以他其实代常的他会更想说 我是不是要来保养眼睛 所以他就问我说 那中医师怎么办 我已经有黄斑部病变 需要做什么治疗吗 那我说因为你的症状还没到那么严重 因为他属于肝性的黄斑部病变 也没办法说打针 开刀做什么 目前大概能保养的方面 大概就是补充一些叶黄素 就延缓它的恶化 那他就问我说 那除了叶黄素之外 我是不是要多吃一些维生素A 这就讲到一个重点 没有错 补充维生素A也可以抗氧化 但是要怎么吃 不建议从保健食品吃 为什么 因为有医学期刊就研究发现 大型的研究发现 就是说有抽烟的人 或者是你曾经抽烟 可是现在已经戒烟了 如果你大量的补充维生素A 或Beta胡萝卜素 反而会增加肺癌的发生率 那怎么办 所以要从天然的食物来摄取 刚刚讲胡萝卜 南瓜 其实这个都是很护眼的天然食材 那这样的食物适量的摄取 是可以保护眼睛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酱 短短的时间 我们大概就只有五分钟 你看就暖 对 其实它很快 暖烂量 其实它很快 然后你只要在这里面 加一点盐 加一点盐给它 加一点胡椒粉给它 那你这样 你就可以用果汁机 去把它打起来 去把它打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去保存 这样就可以去保存 就像我这样子 那我现在另外这一锅也好了 另外这一锅也好了 另外这一锅也好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煮 这个炖菜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 打好这个南瓜泥 我就把它放进来 最后调味 对 那因为这个酱 其实也有一点盐巴 所以最后调味的时候 它的咸度也可以自己调整 我们还要再加一点点 就是因为它不够咸 因为我们还有这么多食材 所以它不是那么够咸 所以我们再添加一点点 盐跟胡椒给它就好 我们再添加一些些的 盐跟胡椒给它 你这个黄金南瓜酱 卖相卖色也非常好 对 这颜色其实蛮漂亮的 你真的帮这个 吃不完的南瓜找到生命 真的吗 因为南瓜都很大颗 煮成泥的话很快 而且现在小家庭有的时候 就是吃起来有点压力 而且每次要买一颗 对 你帮他们找到生命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南瓜打成泥以后 你跟鲜奶一起去煮 那个汤 南瓜农汤很好喝 小孩子会抢着吃 就它有甜度 对 然后你再加一点海鲜 你就变成很高档的 海鲜南瓜农汤 对 然后我们起锅以前 再把这个葱放进去 稍微拌一下 这是中式的 你也可以煮西式的 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中国菜料理 它的精髓 其实它们跟酱料相关 不然我们的糖醋醬 我们的扇杯酱 可是那个感觉就是那种高油盐糖 不太健康的一个料理 柯老大今天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正确的一个健康示范 这个南瓜的 把它的酱汁淋上去 那整个甜味 这个叫健康浓郁的甜味 把它的食材大大的衬托出来 它的鸡腿本来只有90分 变102分 我觉得小朋友其实都不大愿意吃一些 高鲜的一些食物 那现在小朋友的眼睛又实际上充满了一些 3C的一些诱惑 妈妈真的要多煮这些南瓜的料理 让小朋友吃 觉得会让他们的眼睛 还有他们的免疫功能会更好 其实为什么酱料这么重要 2013年 魏夫部公布了那个十大死因 跟我们这些代谢症候群相关的 那个包括一些心血管 脑血管 心脏病高血压 它的整体死亡率已经高达31% 因为我们整体那个所有癌症加起来还高 所以你还发现我们这一大堆的上班族 你去做体检每个人都脂肪肝 每个人都高血压 大概5年前有一个40几岁的上班族 上班族他们现在都有做体检 那每一年年度体检报告 他会来看 我觉得他是被公司逼的 因为他要升主管的公司说 你要异常的数据 一定要有医师去看过的一个证明 那他来的时候我就看就是 血糖空腹血糖120 正常血糖应该100 126叫糖尿病 这个叫做代谢症 就血糖又叫糖尿病前期 已经高了 但是还不到糖尿病 那他的三酸膏值高 血压也高 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还好 还没有到糖尿病 那我说这个阶段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努力控制你的饮食 运动等等的讲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听不下去 他只是来 他要我开个证明 说他已经有来看了 那完之后 那就不见了 我下次看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5年之后了 那5年之后他出现 他为什么又回来 他还我这边追踪他的肾功能 他肾功能已经受影响了 你会发现这一类的在台湾 我让你讲代谢症候群造成的慢性病 这个台湾成人20岁以上 每5个人就有一个有代谢症候群 那所以我们在料理 每天三餐都在吃料理 如果你的料理的酱料 都是一些油盐糖饮食 其实不只食材本身的热量 再把那些酱料热量加进去 你的代谢症候群发生的几率就大大增高 所以能尽量自制酱料 就做自制健康的酱料 这是最重点 而且我们柯师傅示范的这个酱料 清爽又好吃 然后它的味道又是浓郁的 其实对很多病人来说 特别强调病人 其实很多病人 他本身吃东西都需要那种浓郁的口味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病人 他本身是个单身的女性 他本身有糖尿病 这个病人我最佩服他一点是 他每次来看医生 他会做饮食纪录 他把他那一天吃什么 这一个礼拜一个月 他都做完报表 然后每次时间教他抽血 他会把报告都记得很好 那有一次他会找我说 王医师我最近抽血报告怎么样 他说他以前 他学的时候控制得很好 都六点多 他有一次控制到变成七点多 我说奇怪 怎么可能短短的三个月变这么多 你的饮食报告呢 要拿起来看 因为这个人他其实很棒 他大部分情况都会自己 自己主动一吃 可是我发现他那一次 简单里面 意大利面生菜沙拉 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 会自己做意大利面跟生菜沙拉 他说没有 因为他们办公室附近 开了一家这个店 他常常会去吃 那这一次我说那吃这个 他说你去吃到底重点 他说他的酱料很好吃 他不管他的白酱 红酱青酱都很好吃 他的酱料都会吃完 那我说生菜沙拉呢 他说生菜沙拉本来没味道 要浓郁 刚才主人讲的 他的酱料他会放很多 我说那你的问题 你平时的饮食控制的量 OK 可是这个酱料的东西 本身还有高糖 高油 高鲜 会让你吃的比较多 这个酱料叫你的糖化血色素 基本上可能从6点多变7点多 而且基本上他又可能去那样 其实人巨多的有个好处 当你胃口好跟厨师又好 你的量呢 看你都吃得完 量又多一点点 所以他不知不觉以为 他吃的量跟以前都一样 但事实上呢 他整个热量摄取过多 他整个状况就变恶化 本泰神教员应该在40几岁出现 他为什么30来岁就出现 而且他的肾功能 已经开始 大概剩下1 2分之1的功能 他你吃得很简单 你的酱料用得很多 找人家有个缺点 东西坏掉他吃不出来 再过来 这个本身东西高油高盐 就算有状况你也吃不出来 可是吃完之后 常味就出问题了 所以他这个点就告诉你 酱料是一种隐藏的恶魔 所以我们很多吃东西 把酱料吃完OK 其实我以前当兵 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当兵其实有时候晚上 我很多人会想吃泡面 可是我吃面有个很奇怪的原则 我一定吃汤面 但汤一定不喝完 因为面吃完了 汤就留着 可是我发觉很多人 年轻人 汤面尤其是泡面的汤面 一定要把汤全部喝完 精华在那儿 所以后来才发觉 其实如果你去吃什么牛肉面 你会发现如果你把面吃完 汤不吃完 基本上其实还OK 可是你把整碗的汤都喝完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的糖油盐一定破表 尤其那种红烧牛肉面 是的 所以我当兵其实很多人 不是因为这个面是恶魔 是那个汤汁才是恶魔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 把汤汁带回去 分做两餐再吃的话 这个恶魔的 审慨力的程度 就可以少很多 而且这个余医师也要提醒 观众朋友 用天然的食材 来提香酱料 比方说葱姜蒜 或辛香料 是相对上可以替代盐巴 而且比较健康的选择 对 其实像酱料 就跟我们食材一样 有寒热温良不同的性质 会对身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之前有个病人 因为他是长期的一些 胃酸逆流胃溃疡 来做一个调理 我有稍微观察一下 他的饮食 其实他就是蛮标准的 有一些迷思的饮食 比如他很喜欢自己在家做菜 做一些高鲜的东西 比如说或者是他外食的时候 喜欢吃那种自助沙拉吧 他可能不吃一些肉 他就专门吃那个沙拉吧 可是我观察他用的酱料 他自己也有自觉说 不要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所以他会用一些油醋酱 而不是一些千岛酱 凯撒酱之类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会发现他胃痛的状况 越来越厉害 那我希望他就是稍微改变一下 他的饮食 例如加一些油脂类的东西 不要一天到晚吃生菜 以及那个酱料呢 醋加太多 可能对他的胃是一个刺激 我会建议他用一些中式的酱料 例如像葱姜蒜 加一点薄盐酱油 低脊力醋 其实那个味道就非常好 甚至我加一些 叫他加一些比较温性的酱料食材 例如像茴香 八角 像一些中式的卤味 其实能够刺激他的食欲 也让他的胃比较温暖一点 其实就比较不会说胃痛腹泻之类的 很多减重的人呢 可能会有个迷思 认为说一匙的益式的油醋酱 会比一匙的千岛酱还来的 热量来的少 其实未必 那个热量不会差太多 可是为什么减重比较容易成功 因为那个油醋酱 它是比较水 它没有粘着性 它一大匙浇下去 发现都会沉积在盘底 所以他就 你不会把它沾光 对不会把它沾光 可是只要浇那个千岛酱 那一定是连菜带酱 一起全部吃下去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迷思 然后第二个 我看到减重的人 常常不是因为脂肪多 而是水肿的比较多 因为我在做埋线的时候 发现捏起来 其实没什么脂肪 可是整个人就是皮下 它很像水气会特别多 肌肉也特别松软 我发现这些人的体质 大部分都虚寒 而且是皮虚 皮虚的人有一个症状 一个特征 他就很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他从早到晚 很难避免一些酱料 比如说早上吃三明治的时候 喜欢 比如说一定会擦一些乳马林 番茄酱 然后中餐 比如说吃个卤肉饭 他不自觉 就会想要浇几滴 浇一些胡椒 一直到晚餐 吃锅或吃意大利面 一定会浇很多添加品 无形中身体增加了非常多的份量 而且越来越 这样的饮食 会让它的味蕾越来越迟钝 那迟钝完 它又想吃重口味 一直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其实我们想想看 有一些像日本那个雪剑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像那种就是一个 很好的无添加的 一个对身体很好的 一个调味料 就是那种雪剑 它基本上是用萝卜泥 泡沫的萝卜泥当沾酱 你只要加一点薄盐酱油 加几粒葱花 就可以尝到食物的鲜甜味 因为我常常觉得 食物会加很多酱料 代表那个食物不是很新鲜 就是我们刚才聊到 很多黑白切 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所以它必须要用很多酱料 去做一些演示 当你把你的味蕾 给干净化之后 其实你一尝就知道说 食物的鲜甜味 那不新鲜的食物 你一尝也会出来 这个对我们自己的健康 是比较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那接下来 Amy也要分享一个 这个家常又好吃 拌饭 拌面 拌炒青菜 或者拌这一个小菜沙拉 都很好吃的小鱼干酱 最重要是 我觉得原物料的来源 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是特别挑选 我们那个澎湖日晒的 好 这个是澎湖日晒的小鱼干 它这个日晒的 所以它可以不需要过水 因为它没有很干 对 如果说是南北货 就是裸露在那个 就是暴露在空气中的话 因为它里面的杂质含量也多 另外 就要过水洗一下 对啊 另外大家也会觉得 小鱼干会有苦味 好 然后呢 我们今天因为要做的是 小鱼干酱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油 那其实准备的食材 很家常 首先第一个是 灵魂是蒜末 再来辣椒 辣椒其实大家可以增减 然后还有一个很灵魂 是这个黑豆豉 黑豆豉的话 我这个是用干的 就是古法量制 所以它主要里面已经有盐了 所以我有用那个米酒去浸泡一下 泡多久 大概泡个15分钟就好了 那另外辣椒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没有看到 我有去脂了 有去脂 因为去脂比较不会这么辣 好 所以这个辣椒的辣度 其实观众朋友可以斟酌 一方面数量可以斟酌 一方面去脂也是一个 降低辣度的做法 好 那我们先把那个蒜末部分 就是先下锅 好 我们先热锅热油 爆炒 蒜末 所以总共的食材其实做起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这个是厉害的小鱼干酱 就是蒜末 辣椒末 然后豆豉 然后小鱼干 然后调味料也这么简单 调味料用冰糖 冰糖 那还有就是酱油 还有米酒 那最重要是说 如果说你在咸度方面的调配 你可以看你的就是豆豉的部分 如果说你是用那个硬豆豉 就是是湿的那一种的话 用量就可以就是斟酌一下 好 那我们蒜末通常要炒到什么程度 炒到就是让它水分就是开始水气很多 然后释放出那个香味了就可以了 那辣椒的部分的话 我今天有使用到长辣椒跟朝天椒 对 如果说怕辣的朋友们就全部用 就是用那个长辣椒就好了 我们炒他的同时请教一下这个中医师 很多人吃酱料或者吃太咸 或是多喝水 都会觉得眼睛泡泡浮浮种种的 那眼睛泡泡浮浮种种的 实际上也反映了眼睛跟周围的代谢 出了状况 对 我想大家都有经验 就是如果你前一天吃的食物很油很咸 就是口味很重 那你隔天其实就眼睛容易抛 那当然眼睛泡泡种种很多原因 比如说你可能过敏也会 天气变化或者很多发炎的原因都会 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她是三十几岁的一个女生 那她因为工作的关系 她上夜班 所以她平常就是比较晚起 但是也都很晚睡 可能到凌晨四五点她才会睡觉 那她睡觉之前 因为她吃三餐的时间跟正常作息 朝九晚五的人不太一样 所以变成她要睡觉之前 她就觉得她距离她吃东西已经很久了 所以她很饿 所以她习惯就是睡觉前 都还会吃一餐宵夜 就是等于是凌晨在吃东西 对 然后所以她长期以来 她也就常常觉得自己已经 就是泡泡种种的 对 那有一阵子她刚好放长假 她想说不然那一阵子 因为刚好不用那么不规则的作息 所以她就把作息稍微调整 稍微正常一点 譬如说本来四五点税 改成大概一两点税 就是有进步早一点税 对 可是她发现她眼睛 肿的状况并没有改善 还是很严重 对 那后来她就来看诊 对 那我就帮她做眼睛的一些检查 确实她的眼睛比较肿 而且两边不是很对称 比较特别的是她的眼皮 就是说她在动的时候呢 她的眼皮是会拉得很高 就是眼白露出来的比例相对比较多 对 那问了一下 还有检查一下 发现她其实并不是高度近视 那她就说她最近确实眼睛越来越抛 那我就跟她说 当然你如果担心肾功能 你也可以抽血做个检查 但是我比较建议你也顺便做个 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对 因为有可能是甲状腺抗净的问题 对 那后来她隔了大概几周的时间 后来她又回来跟我说 她确实她量起来 甲状腺功能是比较抗净 所以眼睛抛啦 肿啦 有时候可能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单纯 对 如果说时间久了那你把一些生活 饮食习惯都做调整 还是没有改善 可能还是要找找看她真正的原因 那同一时间我们Amy也放了这个辣椒末 那稍微让它拌炒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辣椒红炒出来了 对 像辣椒红出来了之后 就将我们的小鱼干 好 就是放进去 那今天的示范是一锅 其实以今天炒完可能 然后装我们这样的玻璃罐 至少可以装到两三罐以上 可以装到三罐 可以装到三罐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手艺好的厨娘 看到本节目之后 稍微炒一下 这个可以分送亲朋好友 菜市场一罐280 对 而且因为你小家庭 其实这样一罐 比方拌面拌菜拌小鱼豆干之类的 其实你可能可以吃一段时间 所以假设一次炒一锅 分装好也可以送亲朋好友 通常这一个小鱼干 要炒到什么程度 通常的话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小鱼干是日晒的 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个腥味 对 所以炒到你会闻到就是 那个鱼干的香味 跟辣椒整个融合了 就像现在 所以整个 如果说你是有过水的话 一定要将那个水汽先炒掉 水分要炒干 因为今天用的是低油量 所以它并不需要说炒到说一定要很酥脆 它本身你看是干的就已经很香酥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进行做调味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冰糖 好 微甜 对 微甜 然后酱油的部分呢 我用这个是比较纯量 比较没有这么死咸的 豆豉是最后加的 豆豉要最后加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待会会加了那个米酒之后去煮 让它煮入味之后 你先试吃一下 因为有可能小鱼干有些会比较咸 对 如果这时候觉得比较咸的话 大概我们豆豉的分量就可以灼亮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先少量的米酒 然后米酒在这里其实也有一点点消毒 跟去腥的功能 还有去腥 对 然后将米酒的那个就是酒香味 把它的水分就是释放了之后 对 这真的不难 所以这最难可能是前置作业 对 因为说磨跟辣椒磨处理起来蛮美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先试吃一下 我们的这个小鱼干 好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小鱼干 自己可以试吃它的口感跟咸度 来 我要试吃一个看看 好 来试吃一下 然后这时候再决定你的就是黑豆豉要放多少 OK OK喔 然后微辣 OK 微辣对不对 因为它有去脂 所以它的辣度没有辣到那么辣 而且它吃起来那个小鱼干不会太硬 那这时候呢 因为我有泡米酒 那米酒的部分 我们可以取它那个汤汁先让它下去 让它下去之后 因为刚刚就是我们也有试吃了 所以我决定我的黑豆豉部分 我就放大概一半就好了 对 豆豉太多 咸度可能太高 对 它咸度会太高 除非你是要保存很久 然后就是用做拌菜的话就可以咸一点 那以你这个版本大概可以保存多久 真的最起码是放冷藏就是一个月 OK 对 所以小家庭很OK 那用一次做两三罐 亲朋好友送一送 那一个月处理一次 那Amy今天要示范一个是小黄瓜的这一个小鱼干的小菜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已经有事先 因为节目的因素 我先将猪肉 如果说你是要用五花肉有点油脂也可以 我今天用的是比较那个双酱肉 所以吃起来会脆脆的口感 好 稍微煎过 对 稍微煎过 好 而且煎过你有调味是不是 好 我有调味 对 我有加一点就是胡椒粉 好 另外就是有红椒粉 好 就是匈牙利红椒粉 好 然后让它带一点色 对 让它有点色子 然后这个也是煎过的豆干 对 豆干 这个豆干 直接就将豆干加进来了 所以这个用炒的或者用凉拌都可以 对 都可以 然后这时候就是增加它脆脆的口感 小黄瓜 那可以的话就是你彩色甜椒 这些适合就是温拌的话 我们也可以加进去 就等于有水分跟有口感的 对 而且它会平衡我们酱料比较咸 嗯 会平衡 它会补充一点膳食纤维 好 那这时候我们是 这个是前一天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个小鱼干辣椒酱 经过一碗的熟成 它味道会更融合 对 所以我就取适量 好 不要太多 我们就取一半就好了 好 这个灼亮啦 就是观众朋友也可以先拌了 然后味道不够再增减 好 那辣椒的话也是做一个增色 因为我今天没有准备彩色甜椒 我就用辣椒的颜色去带 好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那个 面摊啊 牛肉面店 都会有这种小菜 这个小菜 对啊 它也可以当那个 就是天气慢慢热的 就是你的冷盘菜啊 或者是 家人要吃的一些下酒菜 马上我就拿出来 有什么蔬菜啊 搭配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小鱼豆干吧 对 小鱼豆干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谢谢 今天Amy老師刚刚在那边炒 我这边一边流口水 真的是 那个味道一直飘过来 那个味道真的太浓郁了 那我当然想起那个 我们每次去面摊 会有一道料理 那个叫做小鱼干 豆干 可是 跟这个比起来 我觉得Amy老師的料理 真的是大大比它好吃上100倍 当你觉得味道太浓郁的时候 它有小黄瓜 小黄瓜一吃下去 它的水分跟甜味 就把那个咸跟辣味盖过去了 而且Amy老師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你去外面买的那个酱料 他不知道你喜欢吃多咸 其实Amy老師在加那个 我们讲黑豆食的时候 他会根据你家人的喜欢的口味 去量身定制你的健康酱料 这个是最重点 这个有多重要 我是一个肾脏科医师 我们台湾叫喜肾脏 我们每次都说是糖尿病 其实糖尿病是第一 造成肾脏衰竭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高血压 那现在高血压有多严重 国人平均每四个就有一个高血压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那高血压经过了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一直高血压之后 有多少比例会走到要洗肾 20% 每五个就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仅次于糖尿病 破坏肾脏最大的一个原因 可是现在高血压有年轻化的现象 我那一天碰到一个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来的时候 他一直不相信他自己高血压 他说洪医师我最近很奇怪 每到了下午四五点之后 肩脊就开始肿脏 就觉得酸酸痛痛的 然后眼睛视力就模糊 那你一听 然后脸会有点嘈红 你一听像是高血压 可是他说他才三十几岁 他不相信 后来他自己 因为他爸爸也有高血压 他自己就拿他爸爸 以前那个血压戒来量 一百七 就是收出来一百七 over一百 那他觉得说会不会那个 因为很久没用 会不会坏掉 可是很奇怪 每到下午就这样同样的症状 弄到有时候 还会有一点心悸吸不到空气 他来我就帮他整个检查 血压真的高 他来我的诊监 大概一百六一百七 左右的血压 然后我帮他整个抽血 他的钠离子也高 血钠也高 他的三酸甘酸 胆固醇尿酸 这些都高 而且他的肾功能 已经开始 大概剩下二分之一的功能 那我说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高血压 但年轻人高血压 你要把一些疾病排除 像有些肾上腺分泌 那叫视若细胞瘤那一类的 我帮他做了一些检查 事实上他是本泰型高血压 本泰型高血压应该在四十几岁出现 他为什么三十来岁就出现 我后来就问他整个饮食习惯 的确他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他学生时代 其实都很喜欢吃 其实以前 我们记得我们以前 只要吃那叫猪油拌饭 猪油拌饭吃下去 就整个饭 他家经济状况不好 他很喜欢吃一些酱料 去自己去煮面什么 他们吃的很简单 可是酱料用的很多 到了后来经济状况变好之后 他就养成那种喜欢吃重口味 他什么东西都喜欢 那个酱料加的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这是主因 像这一类的 我后来我是就是说 当然控制他的血压 血脂肪这一类之外 我请他就是多喝水 多喝水 然后把所有的酱料 真的给我戒断一个月 这个是很难的 你要他戒断酱料 但是这个就是戒烟戒酒 你不戒断这个东西 你没有找到这个源头 他这个症状不会改善 一个月之后 他的血压其实 这整个人患然一心 整个那什么症状都不见了 如果你有那种年轻高血压的 一定要从饮食去看 是不是酱料太多 要把它戒断掉 而且王医师还要提醒观众朋友 刚刚Amy也分享 因为我们自己做的酱料 咸度跟油分比较少 所以以刚刚的小鱼干的酱料来讲 水分要让它干 然后保存可能放冰箱一个月 那这个跟市面上的酱料 保存期限就差很多 市面上很多都拉到 保存期限两三年 其实基本上 我们每次在教观众 当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 后面要看后面的标示 其实很多酱料 它其实可以放很久的原因 它基本上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本身是用高温杀菌的话 基本上有可能 没有拆封可以放很久 第二 它可能放了一些什么 它下面写保存剂 它不会写防腐剂 但你要看得懂 化学名 本甲酸 丁锡二酸 我们常说 字写的很明白 一般观众看的都不明白 当这些什么酸 什么酸出现就告诉你 这些东西 它本身 它有添加这些东西 可是并不代表添加之后 就代表你就没事了 很多人其实用完酱料之后 一打开 吃完之后 可能一放冰箱就放很久 那基本上 刚才Amy老師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本身拿酱料的时候 你的取得容器 一定要干的 可是很多人 第一双是干的 拌了之后 发觉味道不够 再拿这一双 再去里面挖 这时候基本上 很危险 那个酱料就已经被污染了 我举个例子 其实过完年之后 其实很多人 因为常会来看医生 但是常会来看医生当中 我们会跟病人判断说 你到底是因为吃坏东西引起的 还是最近流行的肠胃型感冒 好 因为最近其实过完年之后 其实肠胃型感冒 这种病人还是很多 因为这种病人 基本上还是跟肠胃有关 可是病人会微烧 会酸透 可是拿了一对夫妻 奇怪 怎么两个夫妻 同时都跟医生讲 都是肠胃炎 而且时间都很一样 我想说这个问题 应该也没发烧 那应该吃的有关 问他吃什么 就是过年之前 他们家又买一些酱料 酱料完之后 闻他说他本身吃过了 他吃清淡一点 吃稀饭来配酱料 可是吃一吃 发觉就肠胃炎 可是肠胃炎 原因是因为老人家有个缺点 东西坏掉他吃不出来 再过来 这个本身东西高油高盐 就算有状况 你也吃不出来 可是吃完之后 肠胃就出问题 所以说这些东西基本上 不管你是自制的 还是家里去外面买的 如何知道他本身是OK的 肠胃不会造成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真的 所以刚刚Amy才提醒大家 酱料要冰 然后柯师傅也提醒大家 黄金南瓜酱大概一个礼拜 对 一个礼拜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扩大成 应该冷冻 就是如果是冷藏的话 可能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而且因为自己做的酱 比较没有添加物的话 其实要还是趁新鲜 尽量尽量尽量 尽量尽量尽量 尽量就是早一点用完 所以好 好 谢谢医生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两位主厨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酱料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帐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帐号 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